蘋果史上最便宜的 iPhone 是哪一支啊? 就是這一支這週推出的 iPhone SE 夾帶著超級低的價錢,只要有 14500 的優勢 iPhone SE 究竟是一款什麼樣的產品? 那 Apple Store 架上現在有的低階款產品又該怎麼去選擇? iPhone SE 跟 iPhone 8 甚至是 iPhone 11 相比又有什麼樣的差距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吧! iPhone 開箱完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難道是摔一下嗎? 當然不是啊 雖然說 iPhone SE 便宜 但第一件事情當然就是要幫他貼個保護膜 沒錯 防摔殼大產犀牛盾最近推出了一款 3D 撞撞貼 這款保護貼跟普通的保護貼不太一樣 使用的材質既不是玻璃也不是塑膠 而是他們獨家研發的一款複合塑膠材料 有非常強的韌性 在遇到衝擊的時候可以吸收他所有的衝擊 觸感也能夠達到接近玻璃的效果 雖然說他是塑膠材質 但一樣是全版版 然後手感也非常滑順 摸起來的感覺跟玻璃差不多 重點是他不會像玻璃一樣會破掉 不再會有像是我們這種邊角破損的情況發生 那既然貼完了膜 我們就來看一下iPhone盒子裡面有些什麼 例如既往 iPhone SE 的盒子裡面就是一支 iPhone 說明文件 充電器還有 Lightning 的傳輸線 不過這次要特別注意 因為 iPhone SE 雖然具有快充的功能 不過它不具有我們所說的 Pro 字 所以盒內它所附贈的是 一樣是 5W 的充電器 你想要快充的話 就得另外再去購買 18W 的充電器 跟 USB-C 轉 Lightning 的線才可以 耳機一樣是 Lightning 的接頭 這次同樣也是沒有附贈 3.5mm 的轉接器 雖然說它的名字是 SE 但是跟上一代的 SE 不一樣 並不是使用 4 吋的小螢幕 而是使用著與 iPhone 8 一模一樣的 4.7 吋的外觀設計 雖然說在 2020 年的今天 4.7 吋這個大小算是蘋果檯面上最小的手機 但是跟前一代的 iPhone SE 比起來 或更早的 iPhone 相比起來 這實際不算是一支真正的小手機 不過老實說 現在要拿 iPhone 11 Pro Max 的我 跳回去拿這種尺寸的手機 會有很明顯的感受到它所帶來的輕薄 特別是放在口袋裡面的感受會非常的深 畢竟它是足足輕的 78g iPhone SE 的機身同樣有 IP67 的抗水防塵功能 然後它的玻璃鏡面背板支援無線充電 不過蘋果的 Logo 則跟 iPhone 11 系列一樣 樓到了機身的正中間 其他的你都知道了 沒有耳機孔 下方有一個揚聲器跟麥克風 然後正面就是有個大額頭跟大下巴 並搭配了經典的 Touch ID 沒錯,就是 Touch ID 在這個疫情時刻最讓大家想念的 Touch ID 就算你是戴著口罩都還是可以幫你的手機解鎖 顏色的部分有紅、黑、白三種顏色 不過比較有趣的是 這次不管是哪一種顏色 正面的搭配都是黑色的邊框面板 所以如果你要去凸顯買的是最新的 iPhone SE 而不是 iPhone 8 的話 白色絕對是你最適合的顏色 基本上...對 外觀就是跟 iPhone 8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配件都是可以互相去通用 那你一定也會問 這款手機究竟有什麼特別 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在於它裡面使用的核心 跟 iPhone 11 Pro 是一模一樣 是最旗艦級的 A13 仿神晶片 硬體相對規格比 iPhone 11 低了許多的 iPhone SE 或許不需要用到這麼高的核心 但是放長遠來看 以 A13 仿神晶片的效能來說 iPhone SE 會是手機界當中 唯一在一萬五千塊這個價位上面 最頂尖核心效能的機型 使它的使用週期增加到了短折三年長折五年的生命 這算許多平常渴望買的 iPhone 但是又覺得它的價位太高的使用者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吸引力 畢竟你要在哪裡找到一支一萬五千元以內 然後擁有最新的晶片技術 然後系統又穩定的安卓手機 應該是真的沒有啦 電池電量的部分呢 造型跟 iPhone 8 一樣 當然電池容量就跟 iPhone 8 一樣 那它有著 A13 晶片的效能 所以你要說要有多耗電 應該是不至於啦 除非你就是每天打遊戲的量非常非常大 不過真的要比的話 當然是不可能比得上體積比台 還有更大的 iPhone 11 或者是 11 Pro 以及 XR 來的那麼耐用 但正常使用的情況下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 iPhone SE 背後呢 只有一顆單鏡頭相機 一千兩百萬像素的鏡頭 拍起來就像你一般會在 iPhone 11 上面看到的照片 沒有太大的差別 只要有足夠的光線 拍出來的照片當然也是可以相當的銳利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iPhone SE 完全不支援夜拍模式 不過雖然說它不支援夜拍模式 但在經過我們實際在夜晚拍攝之後 我們發現到說 iPhone SE 它有著 A13 仿生晶片 以及對智慧 HDR 的支援 讓它在夜拍的時候 跟 iPhone 8 相比起來 真的是出色的非常的多 不過當然啦 它不太可能去跟 iPhone 11 系列 真正的夜拍模式去相比就是了 這部分呢 我們未來會再去另外做一起來跟大家解說一下 不過它支援人像模式 同樣可以設定各種的光線效果 還有景深的程度 但因為它只有一顆鏡頭 所以你在人像模式的時候 你只能針對人去做拍攝 不過意外的是 它在前鏡頭的部分 跟 iPhone 8 一樣 雖然是使用了 700 萬畫素的鏡頭 但在自拍的時候 一樣可以使用人像模式 這點倒是讓人非常滿意 整體的拍攝效果就是這樣 對一般人來說也是相當的夠用 錄影的話必須說 這絕對是你在這個價位當中 所能找到最好的 4K 錄影手機 它有光學防手震 然後 4K 60 幀的拍攝 還有 240 幀的 1080p 慢動作攝影 整體的效果來說也是比較不錯 能用不到一萬五千塊的這個價錢 就可以買到如此性的相機 真的是非常划算的選擇了啦 基本上就是這些啦 剛開始看到的時候 你應該會覺得蘋果就是舊瓶裝新酒 拿著用了好幾年的機殼去換裝一個新的機片 就完全沒有任何設計 毫無特色 不過話說回來 這也就是為什麼蘋果可以用這麼低的價位 就可以做到相對其他同價位產品 更高的效能以及規格 這支手機呢 因為它是使用了跟 iPhone 8 一樣 無論是設計或是料件上 在過去幾年當中 它已經為蘋果帶來了相當可觀的財富 也相對的將它原本的成本壓到非常非常的低 以至於能夠推出這麼便宜的手機 如果他們再去做重新的設計或是增加新的料件的話 那自然又會去增加更多的成本 反而會讓 iPhone SE 的售價 又往回提升到兩萬多塊的價位 所以真的是有一好也沒有兩好 看一看呢 整個手機產業裡面大概也只有蘋果可以這樣子玩 所以你會需要去購入這支手機嗎? 如果你的預算非常的緊繃 但卻想要購入一支新的 iPhone 的話呢 那真的不用猶豫 iPhone SE 會是你唯一的選擇 有些人或許會問說 那我可以花更少的錢去買一支正在出清的 iPhone 8 嗎? 我是不會這麼建議 畢竟我們剛剛也說了 它的相機能力真的是比 iPhone 8 還要好上許多 你與其現在花更便宜的價錢去買 iPhone 8 無論是 CPU 也好 記憶體也好 或者是拍照也好 也完全沒有辦法比得上 iPhone SE 更不用說你一支三年前的手機在現在購入 就算硬撐頂多就是讓你再用兩年 就沒有辦法再去升級你的系統了 那你倒不如多花一點的錢去買一支 iPhone SE 讓自己開開心心的用五年 是不是更划算 但如果你對於手機的拍照效果有非常高的要求 那我會建議你去選擇 iPhone 11 而不是 iPhone SE 也不是 iPhone XR 雖然說價錢有著一萬塊的差距 但你得到的是更多 就像是多一顆的廣角鏡頭 更精準的人像模式 更好的夜拍效果 更漂亮的自拍鏡頭 而這些都是 iPhone XR 以及 iPhone SE 所沒有辦法比得上的 總的來說 iPhone SE 是一支 CP 值超高的平價手機 雖然不是人人都適合新型的 iPhone 但以價格來說 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挑剔 蘋果這次的價格算是給得相當有誠意 那這就是本次的介紹 喜歡我們的影片別忘了按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同時按下鈴鐺鈕來取得第一時間的更新 這裡是 AppleFans 我們下部影片見